隔壁老郎乔丹贝尔公然聊米切尔女朋友,果然自己人最难防在昨天的夏季连赛中,最终勇士击败了快船,爵士球员米切尔也到场观看,比赛中出现了有趣的一幕,代表勇士队参加下连的乔丹贝尔,在送出一记无情大帽之后,对米切尔的女朋友按送秋波,做出打电话的手势,并说,给我打电话,米切尔瞬间猛逼, 这小子在干嘛,随后米切尔就发了推特说,有时候你得小心你的兄弟,乔丹贝尔在做客节目的时候,被问到相信自己能赢下扣篮大赛吗,他说,是的,是的,肯定的,我有几招,值得一提的是,在总决赛赛后,米切尔上前给贝尔打招呼,贝尔则对他说,其实我最想成为的是米切尔,乔丹贝尔成功演变为隔壁老辈, 你小子怕是存心,要跟我米切尔过不去了。